最近吧一直拖拖塌塌 我那哥们儿让我们给大白拍些照片 他要准备卖 我们俩一直拖着 但是把最近身上银子真的花的是一屁股债 这个事情必须得加快了 所以我今天跟小哥我们俩就觉得 去给大白做一次惊喜 然后拍点漂漂亮亮的照片 一个让我们大白漂漂亮亮的走 另一个洗干净了多卖点钱 走 我们已经到了 现在把车停到工位上去 之前说换轮胎的时候 把那些电池呀啥拆下来 结果没去换轮胎 再让人家给我们拆了吧 电池行车记录仪 现在开始我们现在开始惊喜 我们车里面 看看副驾的脚底下 这小哥平时啊 就坐在车上吃吃吃 然后这脚底下 真的跟猪一样 让大白在这洗着吧 咱们来去吃点饭吧 我刚才看到那边有一个水盆羊肉 走吧 走 这就是我们陕西的城城水盆羊肉 看着跟我们老家的羊肉泡沫很像 但是它吃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来 给我示范一下 我们那边是把摩摆到这里面 摆到碗里面 然后人家用汤水给你走两边 然后把汤再加进去 然后把汤再加进去 我们那边是把摩摆到这里面 这边呢就是汤是汤 饼是饼 然后菜是菜 然后所以你怎么吃 你也可以泡着吃 也可以掰开了 把肉夹着吃 都可以 我一般是掰开 把肉夹进去吃 老郭直接是泡进去吃的 这个饼叫月牙饼 饿得流口肺了 那就变拍了 赶紧吃了 嗯 上 看看这肉 没得很 咱也可以学着做这个 你太高功课了吧 你们在外的时候弄点羊肉 哎可以这个可以 那羊肉我一步那点烫 学着摩个摩一泡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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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一半加一半 小菜也加一切 在我们省西 摩可加万物加一切 在我们省西 那天愣的时候 我来一碗羊肉 好妹妹哦 吃完水盆羊肉 我突然想起一个电视剧的桥段 大家可以猜一下啊 可惜了啦 羊康大饼 猜谁说的什么电视剧 小光肯定 我秒懂 哈哈 内饰清洗完了 现在开始清洗外面 在擦轮骨呢 发动机汤里面也特别特别的脏 因为它 大白之前带着我们 汤过河 走过泥水 哎呀 大白好久没这么干净过了 看看这 座椅也洗得干干净净的 我们果汁果利的狗毛都没了 喷点除油脂 把我们玻璃这些胶再给清一下 还有这边的胶 哎呀发动机仓里面都干净了好多 这会儿车已经洗完了 我们要拆一下这个电池管理器 给我们的行车记录仪了 当时在这装了一个电瓶管理器 就这个东西 要把它拆一下就行了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线线记录仪 帮我拆一下 因为那个我没有工具 然后拧不动 我座椅下面还有一个 我们之前装的逆变器好像是 哎呀这个线在厂上也已经 撂三年了 咱刚拿到车就开始改了 拿到车 刚拿到车的时候 我们跟他装了个电瓶 后来附电瓶拆掉了 线没有去 总算是把这个逆变器跟这些线 全部拆下来了 已经两年多了 这逆变器一直放在我的座椅下面的 好了 我们行车记录也拆下来了 现在车里就是完完全全 就没有属于我们的东西了 哎 车已经洗好了 老郭现在在给大白拍照 他的照片到时候 给我们卖二手车的朋友 我们大白就要正式开始卖了 正面 侧面全部都要拍 今天给他洗车加拆这些东西 总共花了三百多块钱 这也是我们给大白最后一次花钱了 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再看一眼他吧 照片拍完了 给我们的哥们一发 我们大白就要正式走上 离开我们的道路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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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